华联县社区大学开办多元的课程 让民众的生活更有乐趣 而去年特别邀请到简佳信老师 开办手机拍照课程 带领学生活用生活手机新科技功能 拍出充满艺术感 会说故事的作品非常精彩 人手一机的时代拍照摄影 已经是生活中非常容易的事 而如果能够善用手机功能 结合摄影的基本美学素养 用手机也可以拍出专业的照片 当然其实最基础的构图 还有所谓的美感 是需要透过上课 透过学习来得到一些传承的 那手机是每个人都有手机 那所以口袋掏出来就是一个相机 其实就是在构图 那我们的手机里面 都有所谓的构图线 对 构图线打开 然后对齐那个线 其实线跟点上面只要对齐 其实都可以拍出不错的照片 当然现在目前手机的光圈 因为它是恒定光圈 对 所以在虚化的部分 其实都是AI所控制的 对 因为随着AI的一个崛起 那在后续的修图跟滤镜的使用上 都有很大的空间 在专业老师引导之下 同学们突破传统摄影框架 活用生活手机新科技功能 排除充满艺术感 会说故事的作品 同时精选了60多张照片 113年的开春 就在吉安浩克艺术村展出 喜欢拍照的民众不妨前往参观 并且和作者分享拍照经验 或许你也能够成为手机摄影家 拍出一张张美丽动人的照片 这旅会简相报导